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用于混合火药的配料还有一定的剩余 正好拿回去配了 这时候杭州城虽然也混入了不少芳辣的人手 但基本还是控制在武德营的手下 真要说威胁 急迫未必能算 从前夕文的话里就能听出来 对于这局势大家还是有些信心的 但鸡蛋不可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宁义所要做的不是为守城做打算 而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未雨绸缪 因此前夕文那边也是乐见其成的 如果由官府让大家做好万一破城的准备 城中难免更加人心惶惶 被通知的父户首先想的也不是同心抗敌 而是如何才能让自家幸免 但若是让宁义首先作为一名大户去牵线 这样就显得大家是为自己的事情而操心 纵然有一心者只顾着自己逃亡者肯定不少 但出力的程度总也比军队牵头来得强 与前夕文谈妥了这事情的开端 宁义心中稍稍放松了一些 驾车开始往回走 这时候城北蔓延的火势应该已经被控制住了 再看来清晨的上午天色里 黑色的烟柱在视野那头随风飞散 如同小禅之前说的 才下了雨 若不是有人蓄意在各处不断点起火焰 那些被大雨进了四天的房屋木料 本不可能蔓延成早晨的那般声势 一路上马车急迟 尽管大部分民众都只守在自己所居的街区 但这时候可供通行的道路上还是有些人的 或者是跑出来探看情报的 或者是托家带口与亲戚会合的 也有大概是想要到南面巷口去骑海船逃生 于是背了大小包裹 神色漆黄 过得片刻 城西前塘门那边又有声浪传来 隔了这么远 那边战斗的声浪其实已经听得不清晰了 然而就像是深夜里泛起的潮涌 或是遥远天际的闷雷 声音并未响起在眼前 却密集的犹如暴雨 将重重的震撼与厮杀的压抑感传过来 明义驾车前行 那遥远城门处的厮杀一直在持续 愈演愈烈 未有停过 然后一些真正阴暗混乱的气息 也在去往太平像的途中出现了 一些发生在城内的 四远四近的厮杀少量的伤兵 远远的明义也看见一支队伍 从对面的街口冲过 似乎是因为在城北的闹市者 在早晨被冲散 一部分人被军队追着往这边过来了 肃杀的气氛已经将附近笼罩起来 再往前走 大路上的人影就愈发少了 经过一处水道时 对面的街巷里传来厮杀呼喊之声 从这边望过去 隐约是由几名乱匪冲入其中的一处院子 砍杀了几名妇孺 那街道靠水道这边的院墙 建筑都已倒塌 宁已便也能看出个大概来 这样的街巷虽然也如太平巷一般 自由组织了青壮守卫 但匆忙赶来 未曾真正见血的年轻人 却根本不是对手 当先上前的被一刀劈了 其余的只能躲避 哭泣成尖叫声 市井的罗生中 那七八名乱匪已经冲出了一边的院子 到了人影乱窜的街道里 一名汉子拿了根巨大的木棒 霍霍霍地去厮杀 那气势一时间竟将匪人陡然逼退了 但随即便也被几刀斩断了木棒 逼得朝水边这里退来 随后被一名半身染血的乱匪 砍翻在地 这时巷刀斤 有妇孺也有轻壮 却被七八名乱匪的气势完全压倒 有尖叫 有哭喊 但随着又要扑来的一名年轻人 被砍翻之后 一时间竟没什么人 能过来救下这倒地的汉子 那半身染血的乱匪 持着刀逼近过来 地上的男子拼命往后爬 随即胸口上被劈了一刀 接着又是一刀 再一刀 一名抱着孩子的妇人 就靠在约两米外的墙角 拼命呼喊 地上的男子一直试图爬走 不一会儿心血便流满全身 一直爬到水沟边 已经不能动弹 那乱匪又狠狠地劈了几刀 方才将尸体踢进水里 用方言骂道 来呀 带他娘子跟老婆动手试试 这时候军队赶过来的声音 已经隐约传来 那匪人身如铁塔 半身鲜红 显得格外猙獰 一名同伴拍他的肩膀 喊他走 他转身要走 下一刻陡然回身 却是看到了 因为观战停在了这边的 宁义的马车 左右看看 想要抓起什么 往这边扔 随后陡然朝不远处 哭叫的妇人和孩子 冲了过去 这乱匪想要抢那 妇人怀中的强宝 妇人死死抱着 拼命地尖叫摇头 那乱匪抓了几下 撕出强宝上的一块布来 下一刻举起钢刀 猛地劈了下去 他封劈了几刀 血流满地 看着这一幕 那街巷中哭声 喊声一片 宁义在这边 没有眨眼地看完了 那乱匪再走几步 从墙上掰下半块青砖 猛地治了过来 这不过是一条小水路 宽不过十余米 那人治得也准 火风声直朝宁义 灭门而来 宁义偏了偏头 门头大小的青砖 碰地砸在马车 另一边的门框上 顺着棉布车帘掉下来 乱匪手中的钢刀 朝这边指了指 正宁笑着 随后转身 随同伴离开 宁义在那坐了两秒钟 举起鞭子 也要赶车离开 但下一刻 却是皱着眉头 将马鞭放下 顺手抓起 吊在车上的砖头 跳下马车 跑了两步 将那青砖 用力扔了回去 这一下 破风巨响 瞬间越过那水道 雪光碰地爆开 那乱匪身形一顿 却是近两米外的 一名同伴 后脑被青砖砸开 往前扑倒在地 染雪的砖头 往更前方掉了过去 没有打中 宁义站在水边 吸了一口气 双手合在脸上 稍微挤了紧 对面那几名匪人 望过来时 宁义左右看了看 身边的地面上 全是泥土草皮 看不见有衬手的砖头 他转身上了马车 挥了挥鞭子离开 后方便传来了爆喝 随后又是有人尖叫 大概那人迁怒 又挥手杀了什么人 宁义没有回头 不再去看 这城里的街巷 倒并不都是 方才那街道般的 没有抵抗能力 大户家中的一些户阅 终究还是见过学的 或者是有武馆 标局的 抵抗力就能大大增加 但一般的轻壮 除非是一众七寡 否则能起到的作用 极其有限 方辣这次派入城的 基本该是精锐好手 就如同方才那种 杀人杀红也收不住手的 普通的年轻人 即便在武馆学了些武功 没有真正经历过厮杀的 遇上了恐怕也得被一刀撂倒 这时候看起来 早晨在城北的那一场混乱之后 方辣的这些部署四处冲上 在城内分得几散 武德营虽说是掌控了杭州城 但主要力量还是被放在城墙附近 至于在城内击凶的 就算也分散开来 一时半会儿 却也无法真正地掌控全局 才会出现眼下的这些事情 但想来应该不会持续过这个上午 但这片刻混乱 已经将自己暂时笼罩进来 他一时间也没办法躲避或回头 为了赶往太平像那边 宁毅绕了几次道 到一处路口时 二十几名官兵冲杀出来 追杀着两名匪人 将他们乱刀砍死在街口 回首的官兵是一名 样貌彪悍的大胡子 提刀指着宁毅过来 什么人 宁毅拿出令牌 随后又拿出由钱家开具的一份文书 说明自己要回太平像的事情 那大胡子军官追杀匪徒 追得知气喘吁吁 凶神恶上 但看了凭证 又看了宁毅书生的打扮 稍作检查之后 吼道 这边有匪人作乱 我们正要缉拿凶徒 你不能驾上马车过去 绕道绕道 虽然车上有火药 但此时宁毅所带的凭证 有着相当高的权限 加上那杜统领的令牌 这大胡子军官也不好多说什么 这些人在做事 有自己的理由 宁毅不认为自己有横冲直撞的特权 一时间也只好绕道 如此又转了一圈 道德移出岔道时 却见侧面的道路上 几乎是杀红了一片 上百具尸体在那街道街 朝远处延伸出去 也不知这边经历了怎样的战斗 有官兵的尸体 也有少量匪人的尸体 其中也有被波及到的平民 周围的街巷 静得静像是死了一般 远处嗡嗡嗡的响声蔓延过来 远远的还是前堂门那边的厮杀声音 宁毅调转码头 朝另一边的道路过去 转过两条街 地旁大概是妇人的院落里 有声音传来 嗡嗡嗡嗡的动静 这次地震 这户人家应该也倒了不少建筑 只是沿街这边的围墙 还有好长一街 有的地方有缺口 却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微微听了片刻 那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响 似乎有人在朝这边冲过来 宁毅才要加快速度 街道前方的一处缺口处 八九名全身杀红的乱匪冲上了街道 目光朝宁毅这边望过来 宁毅想要调转车头 朝后方一看 后方也有几人翻出了围墙 当中一名手持钢鞭的男子 朝这边喝倒 那杀财 把车留下 几位兄弟 抢了他的车 点火撞死那帮狗日的官兵 这人的喝声中 道路前方的几人 已经朝这边冲来 当心一人手持铁锤 格外凶悍 宁毅此时书生打扮 朝着前方 后方看了好一阵 几乎控制不住乱动的马车 摔下车去 他慌张地爬起来 朝着另一边 一处围墙的缺口就跑 跑出了二十几米 宁毅在那房间 已经倒塌的小院子里 回头看去 后方的道路上 有一人伸手绞节地冲上马车 抓起缰绳 员员地一下 将躁动的马皮 单手拉住 阴姿勃勃 宁毅后退着走了几步 看着那边皱起眉头 将衣袖捂在了嘴边 你妈的 车帘内 一粒火光燃至终点 有人掀开了帘子 光芒绽放开来 轰得一声巨响 光焰冲天 将人脸的扭曲 马的丝鸣 全都吞没下去 有一具人体被炸上了天空 光焰生腾 气流飞舞 吹乱了凝翼的衣裳 残碎的肢体在眼前掉下来 几秒钟之后 他转身开始跑起来 几乎还在嗡嗡叫的耳朵里 有人疯狂地大喊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给我杀了这个狗娘养的 未曾受伤的人朝这边追了过来 轰的一声 宁毅冲破一闪 摇摇欲青的木门 木片飞舞中 他从长袍侧面 拔出了一把钢刀 一边跑一边抽出布条 用手和嘴巴将钢刀固定在了手上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228章 坠续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聚武八雅居 作词今生欢半身谈 相逢相牵 去而复返 愁愿做姻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